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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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尚处于研发状态新东西 虽然很多东西还保密 但无论研制进度还是技术水平都不错 不说超越美国 但比成天拿专有名词吹牛 还有很多粉丝成天膜拜的某传统大国 强太多了 而在大规模装备的常规武器上 咱们看上去也追上 甚至超越那些欧美俄等传统强国了 当然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主战装备 绝大部分都是冷战末期就开始装备了 比如美国海军的宙斯盾系统 F两两上的综合航电系统保持住 无论怎么改进 其基础设计都是几十年前的 已经落后于解放军 与之相对应的中华神盾系统和歼10C 歼20上采用美国保持台理念 搞的综合航电系统了 而像美国陆军的M1A2主战党客 M109自行火炮 也都是几十年前的产品 比起大量应用新技术的国产99A2主战党客 05型自行火炮 也看不出什么优势 虽然无法一一列举 但光是这些 相信足够让很多小伙伴认为 国产武器装备不说领先 但比起世界最强的美军 我们没啥差的 而且咱们人多势众 搞只有十个师的美军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要说 美军的体制是非常奇葩的 对于别的国家 现役部队 基本就代表了军事实力 但美国不是如此 实际是美军 加美国国民警卫队 而且后者 更不是打降游的 不说最近 美军打仗 直接调国民警卫队 上前线的事 咱只说装备 一般国家的准军事力量 或者预备异装备 不是减政规军的圣 就是取消坦克装甲 火箭炮一类的重装备 比如咱们的武警机动师 但美国不是 美国国民警卫队 不仅装备坦克大炮 而且是与陆军一样的 M1 A2 S1P M190 A5 空中国民警卫队 更是装备了F22和F15C 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其次 冷战时期的武器 很多并不落后 虽然从2001年开始 美国将本来用于研发 装备下一代武器的 十几万亿美元 挪作了战争经费 让美军到现在 还在用几十年前的老装备 但这并不代表 这些武器落后了 一方面 美军在对武器持续升级 比如M1 A2 S1P 主战坦克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 V3版升级 V4版也在开发中 再加上新开发的 M829E4穿甲弹 这货仍然是性能 最强的主战坦克 而另一方面 大家可能忽略了 冷战时期的武器开发 现在看来是很疯狂的 比如 直到现在 美国都在使用 而且还得像俄罗斯信口的 RD180火箭发动机 虽然是冷战老货 但无论可靠性 还是技术性能 都不比咱们 刚给长征武运载火箭 搞得发动机差 毕竟当年研发 测试RD180时 光烧掉燃料 就是天文数字 现在没谁舍得这么高啊 再比如F22隐身战斗机 在各种高度 速度下发射导弹 投掷导弹的能力 看着好像不太起眼 但当年研发测试时 打的空空导弹 扔的各种炸弹 加在一起 也非常吓人 F22为了能在超音速下 发射空空导弹 光AIM-9响尾蛇 都打了几百倍 而且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咱歼20想突破这一块 甚至弯道超车 那钱得花海下去了 第三 咱们这些年搞的很多新装备 数量还很少 支援保障力量差得很多 就像咱99A2再好 现在在装备了多少 美陆军建议15个 装甲旅籍战斗队的 870辆坦克 可都全是M1A2SEP 更可惜的是 就算不提海军陆战队的几个坦克营 人家国民警卫队还有一大堆 还有 咱们整个空军的加油机 加在一起 都未必比驻日美军第18连队多 所以说 现在咱们还是在追赶 在补课 解放军在装备方面 距离世界最顶先的美军 差距还很大 但我们追上 甚至超越美军的前途 是光明的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